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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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知道 好 我不斑 可以的 嘿 朋友 還要弄你的 你看 漂亮哦 感觉不错哦 是你 不要跑 不要跑 你往哪里跑 就是你 我终于逮到你了 你拍起我的盘啊 你帅 你走 你帅人 你走 你走 在哪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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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我要求你 我已经拒绝了 Cut Oh Oh That's my alien Cheers Okay Thank you Cut 我是黃世豐 我的英文名字是Francis 今年53歲 經營著一間健身中心 那我的專業背景其實是獸醫 同時也是一名科技演員 我來自柔佛 其實所有的Stuntman 也就是所謂的動作演員 如果你在細分的話可能他就會有負責掉尾牙的啦 或者是一些專門做武打動作的啊 有一些是汽車的特技 或者是摩托車的特技 有一些甚至是水里的特技 替身它可以是動作演員 但是不是所有的動作演員可以做替身 因為替身的考量他要看演員的一些feature 他的條件 身形 身高 甚至是一些所謂的特徵 可能也有用男生來反串女生的 用男生來當女生的替身的都有 之前完全沒有設想過會跟電影這一塊有接觸的 2012年有一部電影的劇組就打電話給我 剛開始我還以為是詐騙集團 那時候就是想說抱著一種嘗試的心態 就叫了幾個朋友一起過去 那是我們的第一次的經驗 然後也沒想到就這樣被懸賞 那個時候去到現場也覺得非常的驚訝 居然會有好萊塢電影在我們這個小城市裡面拍攝 而且原來男主角是Dolph London 哇那時候是怎麼樣都沒有辦法想像得到 有一天會在他的電影裡面出現 跟他配合拍電影 但是因為想累積經驗嘛 所以就很自願地去嘗試之前沒有做過的動作 那一次的拍攝的現場是要求跳下游泳池 游過對岸然後再爬上岸 其實那一次的經驗回想起來也是滿讓我印象深刻的 我那時候很記得就是我一上岸是整個人就跪在地上 我們的隊伍裡面比較有經驗的特技演員 看到我很喘很累的又在跑回原位準備retake的時候 他就幫我叫過去了 他就告訴我說其實很多時候是演出來的 你不用那麼認真的去游 哇那一句講完我真的是整個都 真的是啼笑皆非 我覺得啊怎麼沒有想到呢 當然副導是很高興因為真的演得太逼真了 所以我看到他在鏡頭後面就直接跟你 除了剛剛講的借位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自己要知道說 整個環境裡面能夠借用的一些借力死力的東西 我們其實就是要好好的利用跟運用 但有一些人他就很奇怪就會有那種火氣 我也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我覺得是有一點控制不到自己的脾氣 他就會整天罵人罵人罵人 他就一直在那邊罵 比如說啊 做什麼人啊站在那 都不懂得做事的嗎 我們做得半死了 你站在那做什麼鬼喔 類似這樣子 一般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雖然我們會按照schedule在跑 但是有時候 出了一些狀況 難免就會影響到拍攝的程序跟進度 所以那個時候有一些工作人員可能就會 會性情會比較火爆一些 當然被罵這些是難免的 因為劇組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是整個團隊的事情 所以我們一定要配合得到整個團體的運作 有時候如果碰到一些脾氣不是那麼好的工作人員 大家就是要抱著體諒的心情去把工作完成 受傷以動作演員來看的話 肯定是有的 要從事這一行 我們對於受傷這一回事 應該都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 盡量就是把動作做好 然後盡量不要去傷害到自己 因為就算我們受傷 其實有時候是影響到整個劇組的運作 要找到條件跟那個演員一模一樣的 或者是很類似的那個替身就 不是在短時間裡面能夠找得到 特技演員的話 一般在服裝上面的要求就是 以長袖長褲子為主 如果說給我們短袖短褲 一般我們都會在肘部跟膝蓋的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穿上褲墊 試過就是基本上的一個動作 他們沒有給我們穿上長的褲子 我記得那一次是做一個類似地震的一個動作 就是站不穩的 然後剛好有一粒火球打過來的時候 你要往後跌 那一個一直著地 一直有碰撞的那個部位 就是臀部的那個地方 再隔天 就是可能一片的瘀青 這個就是我本身有碰過的一個實際的經驗 這一把年紀53歲還會想去做Stand的工作 可能有一部分源自於心理或者是靈魂裡面一種冒險的精神 我常常都會覺得說 OK有這個機會去參與這份工作 而你在體力上面 你的能力上面 你又可以做得到 為什麼不去做 人生短短幾十年 有一些東西你不做就沒有機會去做了 這就是我為什麼到現在只要有機會參與 我都會去接的一份這麼特別的一項工作 二日子 你會找到 我都會去看 你會找到 你也可以看 每天你也很想像 你也很想像 你會找到